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今天邀请到的都是好朋友 媒体人 第一位是徐清皇 邓大哥大家好 以及汪洁敏 另外是陈津兰 以及陈玲玲 洪一大哥好大家好 唯一不是的 命理老师张维忠 张老师 你们有没有发现张老师不太一样 造型型男 刚刚进来还特别问他 这顶帽子哪里买 不是帽子 他是贴片 发贴 自己黏的 OK好 那今天我们赚个红包好过年 年终岁末了 这个来赚一点年终奖金 因为媒体朋友都不是上班族 上班族才会有年终奖金嘛 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所有的朋友一样 就是来看有没有赚一点小红包 那么这个今天我们难得邀请到的是杰敏 对不对 五个月 都在过年 当时 2月15 2月15 56 你看吧 大家都这么关心 不要出去玩一玩 都在注意过年 对 那所以还有一个多月 对 对不对 来杰敏 有什么好看的 先说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最近有大消息就是 有看过比亚迪 比亚迪在内湖有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我从那个就是电台走路到3D 然后呢就用走路的 就从内湖走过去 然后有一部车子呢 安静的很漂亮 停在我旁边 我只看哇 真的是特斯拉 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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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车子真漂亮 特斯拉 电动车 又安静 那这个车子呢 在以前一直就是我们知道 每次到了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会就是想要 自己有一部车子 那以前呢 特斯拉很麻烦的事情 它生产受到瓶颈 超级电池也做不好 但是呢 最近突然之间 因为这个马斯克呢 他跑去 马斯克嘛 他就跑去坐镇 那有人说 他是拼了他的命 特斯拉的老板 对他拼了他的命 如果这次坐镇还没失败 那大概这个特斯拉就结束了 结果呢 最近传出来的消息 果然市场的这个 就是因为他已经有将近60万的订单 然后每个月都要出货嘛 发现到这个出货 制造不及啊 对制造不及 那最近呢 出货量有增加了 然后有一家公司呢 叫核大 核大做它齿轮非常厉害 是唯一 现在B&W跟这个特斯拉 都用它的齿轮 因为我们电动车跟 汽车是不一样 它齿轮比较重要 因为直接 引擎直接拉这个 齿轮然后跑嘛 那以前是用 那个严禁去驱动的 哇 它本来一周大概只出3000套 那现在已经被逼了一周要出5000套 这个这样股票也没反应 但是明年一月呢 它就要一周出到1万套 所以11月是一周3000套哦 对 到了一月份就一周要出到1万套哦 对 那当然它的价格就一定会起来 所以最近跟这种汽车像什么核大啦 像是茂莲啊这个到1月份 因为现在是过年这个中国那边也 因为中国其实买特斯拉也买得很凶 那这段时间它一定要 赶快把这货给出来 那台湾一定会要紧急出货 所以最近可以看到这些 我说的特斯拉的概念股哦 这波股票跌它都没跌 那估计这个行情 因为跨个年它就要倍数增长 这个是一个很大红包一定要收 我在观光面前两个大桌 那个什么那个不止特斯拉 未来全世界大概都是电动车 真的 因为丰田刚宣布2020年 一半都是要电动车 一半都是电动车 对 然后福斯汽车也马上宣布 是 2025年吧 对 要出几百款的电动车 是的 这样子 所以未来市场上只有电动车了 真的 所以你看核大我想未来单直接不完 不完他现在BMW跟他逼单啊 因为他的电动车也是用他的齿轮啊 对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 被逼单的感觉应该不错 很爽啊 哈哈哈 应该很爽啊 就怕没单而已 就像每天接通告接到人 接到手轮這樣 但是没有这个事情 好另外一件事情呢 其实我们知道台湾都讲台塑台塑嘛 实化业 其实不要忘记也是北台塑南长春 其实南部有一家没有上市公司 叫做长春企业 他是以塑化业为主 他是非常老实话 老实话 获利绝对不输给台塑 台塑赚10块钱 他可能也可以赚10块钱 那这个长春企业 我们一般来说他是做塑化业的 没有 他最近呢有个大消息在媒体上曝光 他改去做铜箔基板 那为什么做铜箔基板呢 从说话业做到铜箔基板 这怎么回事 因为长春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的嗅觉一直很敏感 就是产业在变化他抓得到 因为呢他在中国有个小厂呢 已经开始提供电池所用的 铜箔基板的这个内容 而且中国很多订单 他觉得就是跟刚刚宏一大哥说的 全市要走电动车了 他在台湾 他在台湾社工厂 他不是在中国 他在高雄呢 他准备扩大生产铜箔基板 所以电池业要用那种 颤抖的心情去面对他 不论是美其马 或者是这个康普 台湾这些电池的公司 中碳 可能都是 现在都是小额科 因为未来这两三年是那种 喷发式的成长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 Panasonic的周边的厂商 而Panasonic是 公营特斯拉的唯一的电池厂 所以我送给大家第二个礼物 就是说跟电池有关的股票 这东西短套都不用担心 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行情 第三个 当然现在大家对房地产 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呢 11月 我们11月外资卖超了大概台股800亿 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人新买房子 新买房子 大概就增加新的这个余额就增加1000亿 就是四大航库 就是我们说的华南 这些合作金库等等 四大航库 它总共放了400亿 那它只占市占率40% 所以我倒推过来 11月新增房贷就创了1000亿 这是近两年的新高 好这也不重要 因为大家对房地产更有意见 好拿一个东西来做例子 房贷率从2014年的2.1 一直刷到10月份1.6 在11月反弹到1.64 银行是说1.64 不会比这更低价更高 所以我要预告大家 通膨要来了 通膨不会是那种很凶猛的来 但是它一定会来 那每次想到通膨 你就会想到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石化液 因为大家景气好吗 你看我们周围的东西 都这些 你说我这手机 手机里面有塑胶 我这眼镜盒也有塑胶 那我钢笔里面的那个 芯也是塑胶 衣服纺织也是来自塑胶 所以你会发到台股这波跌下来 塑胶液大发 所以最简单就是台塑 要不然就是连发之类的 好 最后一件事就是 台湾连饮料都有塑胶 你怕 塑化剂 最后一个礼物 最后一个礼物就是要送给大家 就是你其实看个性 金木水果头 要问大师一下 其实金融业 外资最近狂马 对 你看连开发金长期 都是只有八块钱 现在都十块了 那个星光金最明显 已经快十一块了 它从七块钱 那这些就是外资看到说 未来是一个通货膨胀 升息然后全球资产都开始走高 那我偷偷讲个小秘密 其实我今天呢 录这个红衣大哥的节目的时候呢 我也开始跟我的 这是不容易 公开要讲秘密 公开的秘密 我其实在跟我的理财专业说 我要下什么基金 那坦白讲我最近下了很大的单 是在那个北美的不动产证券 主要是因为台币太贵了 所以我这时候台币去买 美国的这个 因为通货膨胀起来 台湾的房地产 台北的房地产不会涨 但全球的房地产没有涨 我都是买基金 都买基金 你说下了很大的单 我下了对金额不太小 可以讲一下吗 一字头 一亿啊 没有啦一亿是他下的 一亿是他下的 OK 不过也金融文力产我不是很懂 可是我还是讲一下 就是说世界正在剧烈的变动 因为我刚刚讲的丰田说 接下来的电动车 丰田说他们接下来要投资 133亿美金研发电池 因为电池就是说 是电动车的形状 就是说你能开多远 一次充电可以充几小时 这样子 就是不断的研发 而且它的重量要减低 因为车重才不会太重 福斯也宣布 他们要投入4000亿的台币 研发电池 那如果他们这么需要电池 你觉得台湾都有电池 特别是 我们是关键零组件 台湾很强 但是那个电池芯我们就 没有办法 电池芯还是要靠这些大厂商 但是旁边那些什么 阳极跟阴极 我们给正副极材料的供应 超好讲 所以刚刚啊这个 这个杰明讲的一个是和大 和是怎么写 和是和平的和 大家是大小的大 就大和民主反过来 和大 还有一个是长春 长春实话 我是说他做这个 这个长春市民有上市 他做这个动作 告诉我们今天是美骑马 美丽的美 骑士 就是 杀骑马的骑马 对 然后还有包括康浦 这都是属于电池 还有中碳 这都是属于电池的这个 正副极材料 中是怎么写 中泰怎么写 中是中国的中 碳是那个煤炭的碳 中碳 他是中钢的子公司 康浦的康 健康的康 对 康是哪个康 普通的康 普通的康 对 好啦 这个其实是 这个样子胡观众 对 我们先休息进完告 台北市 有一个饭店 他是跟外国联锁叫Mariot 他叫做万豪 在大智 对万豪 如果你有机会 开车下去停车上 你会发现他里面有什么 有车子 还有车位 电动车充电的充电桩 你就是厉害 什么都准 里面真的有车子 有充电桩 里面有充电桩 对 然后 已经放充电桩了 对 万豪里面有放 那以前我看都没有停一两辆车 因为他大概有好几个 十个充电 一两辆车 现在你仔细看 越来越多 因为变到i3卖了十万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以后 所有的大楼都要有充电站 包括住宅 对 如果你买的是电动车 你一定是停进来以后 就把现在像手机你回去会什么 充电 充电 车子也是一样啊 所以你随时都会把电充满 你才不知道你要开多远嘛 对不对 就像我们随时油去搞磨 所以世界非常剧烈的在改变 加油站以后会变少 那我们这样的电需要很大很大 未来台湾缺电会很严重 对啊 会补足 其实车子加的电有限 重要应该是家庭用电跟工业用电 车子用电其实OK啦 因为它有电池 供应没有问题 对对对 那金融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我这边要补充一下 第一个是说 刚刚杰明有提到金融类股 那金融类股 其实要注意到 未来新的一年最大的转变是 美国联组会升息的步调 会比今年来的更大更快 更大更快也告诉你 就是说有一些之前卖的那个保单 在利率低的时候卖的呢 现在这个时间 在升息的时间 那些保单会赚钱 所以对金融业来说是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杰明说 外资一直在大买 那很多这个金融类股 开始在往上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关于那个银件 我觉得银件跟银造 会是两样型啦 因为银件可能会 因为房市不景气的关系 我觉得它会起来多少 我是比较有打个问号 但是银造 因为政府的那个前瞻基础建设 大概陆陆续续 开始会有施工 所以对银造来说 反而是好事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我们知道政府现在 能源政策要大力的发展 是所谓的离岸风力发电 离岸风力发电 那在我们台湾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有 有一家叫上尾投控 这家上尾 那个上是上下的上尾 是密字边的那个尾 这家上尾投控 我们台湾的第一座离岸风力的发电厂 密字边加一个尾 尾小宝的尾 金尾度的尾 他很厉害 这个我们台湾的第一个 离岸风力发电厂 就是他做的 然后呢 他已经开始在运转 在商转了 然后因为我们政府 给他的保证收购 电力价格还不错 所以他已经在认列他的营收 然后重点是 他现在也不过才做出 800万瓦左右这样的供电而已 可是未来你知道 他的离岸风电厂有多大吗 他要做一个300百万瓦 然后接下去要再做一个1900百万瓦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那个范围是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也告诉你说 他的电要越卖越多 越卖越多 当然他的营收就越卖越多 那他唯一有 比较负面一点的是说 因为政府在未来几年 当然提倡所谓的离岸风电 所以呢 保证收购价格当然是好的 可是会随着时间增加 那个保证收购价格 会开始往下降 他稍微比较不好是在这里 但是在离岸风电这个题材之下 这家公司 你如果看他有拉回 或是有怎么样 就是你觉得可以买的点位的话 其实可以去考虑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电动车部分 我跟杰明有高度的共识 觉得电动车这个产业 未来只会是趋势 因为各国 包括我们的赖院长都在讲说 要定一个时间点之后 就不再用燃油车 要改成用这种电动车 那要用电动车 就会有几种题材 一个是电动车本身的供应链 不是只有特斯拉供应链而已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刚刚郑大哥讲的 这个充电站跟充电桩的题材 因为你知道 当我那个时代来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中油加油站要不要转型 要 中油加油站要转型 所以中油加油站转型会变成什么 变成中油加电站 充电 它就变成中油加电站 那变成中油加电站的时候呢 你想想看喔 中油在台湾这么多的据点 要不要变成一座一座的充电桩 那这些充电桩里面都要有装置 那里面要不要有供应链 要有供应链 所以这里面就变成说 像一个是电池 就是刚刚杰明讲的 这个米奇码跟中碳 是正负级的材料 另外一个是这种充电桩呢 基本上台湾跟中国都要广布 这些充电桩充电桩 所以它就会有像康书 中碳征 然后跟智茂 这三家的供应链 在做跟充电桩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台厂在里面的角色 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在趋势上 这些公司呢 大家未来都可以去注意 所以以后不太加油了 因为就充电了嘛 因为我今年去 这个亚洲职棒大赛 在帮台湾加油 台湾对韩国对日本 大家都喊加油 我们要尬 家电 家电 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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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师 那你要报什么 基本上他刚刚讲秘密 对不对啊 我直接卸天机了好不好 好 因为这五年来 我出了农民艺有沒有 五年来都是秘密书 算前三名啦 也只有三个人出而已 没开玩笑 重点是 那年尾的时候 大家还想在年底前捞一笔 好不好 有几个前选易懂的 升年尾数的人 在年底当中会赚到钱 比如五四六四七四八四年次的 五四六四七四八四年次的 好重啊 我们称为海外财 外地财 那你不是买基金了吗 对啊 这属于外地财 是绝对 到外地投资金商 或购物啦 或国际贸易算钱的 其次是三五四五五五六五年次 或是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年次的 是属于事业 钱滚钱 财运亨通的一年 所以在工作上呢 我觉得是无往不利的 那在前选易懂的 大家讲一下 如果是三一四一 五一六一七一年次的 我讲简单的命令 大家能够知道 是属于头脑财 智慧财 因为你设计创造发明 在新的年底 赌博也是喔 丢材也是技巧喔 大麻将也是喔 当然属于设计方面的钱财 最后在年底 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年次的 是属于房地产的钱财 在年底前 买卖房地产啊 或更换家电啊 家具的更新啊 家人给钱啊 或家人共同合资事业赚钱 都是这四个是 今年年底 可以赚钱的四个生肖 趕快把握住 对对对 大师你为什么要改变造型 没有改变 因为今年我是一个破财年 所以我就把钱拿去 买一些奢侈品 我平常都很节俭 鞋子破了都继续穿 领子褪色也用棋笔来涂 头发就是找到最便宜的剪 那今年是破财年 那干脆就 给他破财心 买一点精品啊好衣服啊 改变造型 人不怕老 最害怕心会老 人心老的话代表要枯萎了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向上提升 那你买了什么奢侈品 没有我捐了 我花了将近一百万 让花东偏远的儿童 能够去圆迪士尼的梦 然后也希望 这不是 这希望炮砖引玉 做了慈善事业 做慈善事业 我觉得很开心 他们也很开心 他们看到香港的大楼 我都以为是到了101知道吧 你招待他们去香港 全额招待 甚至有的单位要赞助 我说不用赞助 全部我来 然后他们到了香港之后 家长还打电话说 那边是白天还晚上 他不知道香港的 他们不知道 同时需同一时需 生活很困苦 然后我就帮助他们 也是希望能够破脸才开心 不错不错不错 买什么品牌 后来就是给自己加分吧 造型给自己更年轻一点 以前是为了要缴房贷赚钱 装的很老的样子 像他们装的很专业的样子 其实私下搞不好 帅鱼帅鱼帅鱼 到处乱跑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专业 可是装的像啊 装的很像 你看两个人很像 很专业 财经啊 媒体的 像他们两个也装很年轻 不要生气好不好 你看那个学生头 有没有 像高中生一样 有没有 吃饭也要装的像好不好 只有我装的比较离一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新的一年 我车祸三次 然后灾难一年 我觉得花钱破财 或许能消一点灾 那你花钱与其变别的 你车祸三次今年喔 对啊 好像不太满意子 你是算了五次是不是 不是 因为我有跟上面讲说 多吃一点 没有啦 改变造型也没有什么 就是想开啦 以前是装的 迷你尸的样子 先说No 不用不用 开心自在 欢喜慈悲 你以前有故意要装成吗 有啊 我以前 我脸算是 以前穿娃娃脸 以前是小鲜肉 像是孤老肉了啦 快要变成老辣肉了 以前是一定要穿西装 打领带 上节目 感觉比较 西装头 有说服力 有说服力 那现在其实还好 要来算命的 看风水 那你三次车祸 严不严重 一次是在做计程车 在天舞 高岛屋前面 然后被别人撞上去 那应该是你算不准他 算我带赛司机啦 他来报仇了吧 不是啦 算我带赛司机啦 那有一次就是 在中国大陆 在高速公路那边 也被别人撞 最严重 正好抓了我的右后方 也不太好 那再有一次是高速公路 爆胎 今年啦 所以是很多很惨的事情 都过了 都过了 也不要掉眼睛 没有过完年都不知道 小心一点 小心 就剩几天了嘛 不是 农历年 心怀慈悲 OK好 那这个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凌凌过去两年过得算辛苦 那为什么呢 等一下继续来跟他聊一聊 我们先休息今晚 好 好那00过去两年 为什么活得比较苦 应该这样讲 就是 那时候我去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嘛 那在美国那边 因为开销非常的大 连我带去的 劳退金 全部在十个月之内 全部划光 那用到哪里去 不知道 那劳退金有100多万嘛 那我们也是这样 省吃俭用啊 然后就没有了 那我跟我老公讲说 没错 美国不是我们可以住的地方 赶快回来吧 对不对 那一回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老公才 也在找工作 待业状态 那我回来开始又继续 我的通告生涯 对 然后呢 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全家 全部家里面 对 你不要小看 对不起我猜话 你不要小看去美国这种事情 因为去美国光飞机来回 就花很多钱 对 那那时候全家 我去一趟 哇我看昏倒 那个橙子打开 全家 只剩下台币三万块 这么多 这么多 谢谢你 对 然后我心想 哇这这样下去 坐吃山空还得了 因为那时候通告 说真的因为 那会慌欸 是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怎么办怎么办 那那时候我们刚回来的时候 要回到家里面去住嘛 因为那时候房子租给人家 那人家也搬走 我们要搬回去 搬回去的时候 搬家又是一笔费用 我最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到处说 因为自己家里面的事情 我在想说要怎么办 犹豪革命的时候 突然教会 有一天去教会的时候 教会一个姐妹 就拿了个信封带给我 她说她早上祷告的时候 上帝感动她 她要拿这个信封带给我 我拿回家一看 两万块 当场眼泪掉下来 我没有想到说 我感动的是说 原来我在那一刻 我才体会到说 原来在接受人家帮助 馈赠是这种心情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 几乎都是我们馈赠人家 很少被馈赠 然后这种馈赠 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爱 就是没有任何条件 那一刻让我上到 我人生最宝贵的一刻 可是你不是一直都有通告吗 对 可是问题是 家里面我一个人 谢谢啊 对 有通告 但是 坚持人有份 坚持人有份啊 不然你就现金留着 比甲给我 不可以做假动作 帽子留下来 我还是要缓冲一下 那个时候当然是有通告 可是因为儿子在美国摇花 那时候这个儿子还在念书 虽然他有当家教 可是呢 这个入不敷出 那家里面台北开销 大家不要看 一个家庭 常常有很多额外的开销 你光说不论基本的十一住行号 突然保险费来了 突然这个电话费也来了 突然电话的钱也来 就是我们看有线电那些 就是你会无缘无故 多出很多的开销 美国物价又贵 对 美国物价又贵 他的收入 可以养活他自己没有问题 但是多的没有 所以我还是要想办法 再努力赚钱 你知道我们去自写说 你是影剧签的四大金差名嘴 曾经 当时 四大金差 许伟宁 林志玲 蔡依林 还有陈颖宁 谢谢 哪四大 哪四大 许盛梅他们吧 赚美 还有谁 文婉 黏姐 黏姐 黏长玉 黏长玉 哎呦 陈颖宁 哎呦 你金差呢 哎呦 金差 金差 不记得这里有钱啦 去美国之前 的确有存了一点钱啦 可是到美国之后 因为我在美国有 就是有资产嘛 然后台湾真必要贷款 这些加在一起 其实都花在这上面了 听说你没有钱的时候 跟你大伯开口 对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 再这样下去后 我会流落街头 不惜 那我就想说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那这样好了啦 我们把美国的房子卖了吧 因为美国也是贷款啊 跟大伯借钱来的嘛 那可是那时候 连去美国的机票都没有 那个钱都没有 要去美国处理 那个房子的机票都没有 连那个机票钱都没有 成三万块钱 要让我可能买去 做货仓嘛 是很好的借意 对 我本来想说 就叫我老公行李打包 这个惨啦 对 连去美国的机票都没有 去美国应该是来回 如果经济仓应该是三万多 对 经济仓三万多 然后经济仓五万多 如果商商十六万 我这一步骤 虽然我有通告的收入 可是也缓不及急啊 对不对 那我不可能全部拿去买机票 所以这我想没办法 而且去美国 不能跟娃娃娃先电一下吗 这哪有跟你讲 那时候我有跟我们娃娃制作人 制作单位讲说 我看这样好不好 不然我来娃娃上班好了 起码每个月有固定薪水 我都弄七次 然后每一集我企划那个节目 我每一集自己来收节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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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好的idea 对不对 不要跟你讲实话 娃娃这里还蛮挤的 哈哈哈哈哈哈 意思是没机会就对了啦 我说没有 不是没有说没有机会啊 就蛮挤的 没有 就跟我们这一集的 其实是纵演讲嘛 所以那不然我来上 就纵演就看看我说 其实我已经等了六年了 你也排队排了六年了是不是 那我排队六年了 然后众员看到我说 林姊我怕我们大概请不起你 哈哈哈哈 很心轻的 其实这里蛮缺执行负重的 哈哈哈哈 越做越大 哈哈哈哈 我不敢我不敢 后来那时候就跟大伯讲说 我要还你钱 那我要把美国的房子卖了 我才能把钱还给你 你已经跟大伯借了 借了钱去买美国的房子 哦 那他也很好就借我们钱了 那问题是这个钱要还啊 对 你不能一直欠着啊 那我就跟 你给他借多少 我给他借几百万 这他去美国买房这样啊 哦 你跟大伯不错耶 真的有情有义 我到现在很感谢他 好然后我老公就再跟他借50万 因为你除了机票 你到那边还要缴税啊 因为有交易税啊 一些税你要缴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我儿子 我把他赶出去之后 他没有地方住啦 那你是否要赶快给他租房子 那都是要花钱啊 所以50万台币其实是 我算了算差不多啦 那后来把房子卖掉 有没有剩 整个全部该还的还 该留给儿子的时候 然后自己终于 总算可以喘一口气 终于可以稍微 可以生活了啦 所以你是投资理财 还有你的退休生活 在原先想法上有一些失控 不然照大家讲说 去美国买房子 那也不是所有人可以去的 老公在那里 是啊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 看起来是人生在发展当中的一个转折 那个转折本来你的期待是这样的 那后来好像掉到地面上 然后你必须再走回来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觉得当时啦 以前的我会觉得说 怨天怨地 怨天怨地 怨天有人就讲说老公 现在我不会 我觉得OK 那问题来我们就处理 就面对了 那其实也就是说 限制问题就是要生活费嘛 对不对 那你后来 后来怎么 有去做什么工作 那经过我们家服饰店 那时候我坐附近 服饰店贴个真人的广告 我想说啊 不来哦 我来去卖衣服好了 反正以前做公读的时候 对的应征店员好了 那我因为我工作 跟私底下生活分得很清楚嘛 那平常私底下都素颜这样 我想我想应该都不会有人认识我啦 那其实后来我发现还是有啊 只是他们没有来跟你相认 听声音就要听出来了嘛 对 郑大哥你会来行啊来的 对啊 辨识度这么高 谢谢谢谢 感恩 那然后我就去 我想我每次想说 不会有人认识我 然后我就进去 那那个老板啊 就一个女的 她自己在顾店嘛 她也觉得OK啊 好就跟我讲一讲 她也没有说什么 我就讲说 我看你这边来征店员 我可不可以来上班 可以啊 好那你就来吧 我就来 上了第一天班还好 又先多少钱 就是一天差不多一千块 当然还有奖金啦 还有奖金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啊 上了第一天 第二天就这样 当然也有卖一些衣服出去 第二天还有个 隔壁一个欧巴桑跑来 听说你们这家电视 有个名嘴在开的 发现了 发现了 没有我还想说 哦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这样子 然后我想 反正就这样做吧 到第三天之后 我想 可能那个服饰店的老板 知道我是谁啦 那当然也没有 因为我很低调 我没有特别强调说 什么什么这样 那然后他可能指望说 我来一定会帮他带来 很多很多的客人 那没想到我低调到说 我就是 就是招呼客人嘛 客人来我就招呼就这样 他觉得他的期望值跟事实不符 然后第三天就叫我回去吃自己 这么直接啊 对啊就这样子 然后后来 那有给你钱吗 有有有 就给了三千块钱 然后我还回去很高 去跟我老公讲说 我有三千块钱 我如果头肯就说 穿口那些三小子你肯 哈哈哈哈 然后更妙 更妙等一下说 等一下说 来先休息一下 我还进会汉堡店 然后呢 所以 所以凌凌你在卖衣服的时候 一定有客人嘛 那客人有认出你吗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 我不晓得有没有认出 基本上就是 就是讲卖衣服的事情 我就是完全把自己归零 就是我离开了这个 因为我认为上通告 不管名嘴也好媒体也好 这就是一个工作 对嘛 你就说我是吕文婉 对啦 对 下次我又讲对我是吕文婉 对对 后来呢 我如果违规我如果说我忘记 我不是要死金王 那然后服装店被三天 就被回去吃家庭了对吗 那不行啊 那我还是得找工作啊对不对 然后走来走去想 正好经过汉堡店 每次汉堡店 我就想这个厨房 厨房基本上就也可以学 也许以后有机会 自己可以开汉堡店什么之类的 好我就进去我说 诶 请问你厨房 有没有在厨房的内厂 这样做厨房的助手这样子 那那个店长 那个店长看看我这样 你可以吗 我们没有缺耶 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我说哦谢谢 然后我走的时候 那个条子继续在门口贴了一个礼拜 就是他有应征 对他有应征 然后我去应征 他大概也没有跟我讲说 你不适用 只是看看我 就想说这是欧巴桑的这样 就想说哦 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找到人走的时候 结果他的条子还继续在应征 意思是说我用我 好啦那既然我们 对不对 新闻娃娃也做不了气宣 对不对 然后气质对不对 然后呢卖衣服也卖不了 连厨房 就每次汉堡做厨房内厂 人家都不收你怎么办呢 我就想说那没办法了 那我就想说一定要想出 杀出一条血路来 因为真的你在明月天 有人没有用 一定要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好 我就想说那怎么办 那那时候我在美国怀政 我就想说有机会应该来做编剧 因为编剧时间很自由 有弹性可以掌控 有通告就上通告 没通告的时候就写剧本 多好 想得很好 然后在这段期间呢 我在家整整看了两年 每天晚上在家研究 我们台湾的八年党本土剧是怎么演的 因为我想来想去本土剧最好 因为活得不够久 还看不到GQ啊 你都不用这样研究 你都问我把我母案 哈哈哈哈 对啊 啊他每天会嘛 摆一摆 张摆 vers güç 所以我就想说的 这个东西 tylko很好 可是 因为我们以前跑引剧新闻嘛 认识的都是电视台的主管跟制作人 那有时候跟人家联络人家说 哦很好啊 哎呀 陈灵灵你以前 写 演人變成本土劇的專家 那然後還是沒有機會啊 還是沒有機會怎麼辦呢 人情能軟 對 正常的 正常 因為說真的是我 我將心比心嘛 其實是我 我也 我也常常看到這種朋友 欸 聯絡一下 聯絡一下 安排一下吃個飯 安排一下吃個飯 哈哈哈哈 啊你什麼意思 你在聽懂嗎 口頭慘啊 不是 那個 場面話 那個就是快滾啦 我現在沒時間 翻譯 對 後來 因為真的是會寫 不是假的會寫 是真的會寫 當然只是經驗可能不夠 後來我很感謝 我有一個大哥叫林錫 林錫輝林大哥 他是深圳交易會 電視交易會的一個龍頭老大 這樣是一個會長 那我那時候我去找他 我說有沒有什麼機會 他說這樣好了 今年這個第一屆深交會 是我辦的 你來投案 我就送了自己寫了 兩個故事大綱投進去 然後我去參加深交會 因為第一節做得很盛大嘛 那很多電視台主管都到 結果民視的一個主管就在場 因為我們認識很久了 當時跑戲我就認識了 我就跟他講 他說那你就來寫好了 哇我這輩子感謝他 真的 就給了我這個機會 可是一開始寫 真的也不是那麼順天 因為我們做那麼多年的記者 沒有人敢改我們的稿子 開什麼玩笑的 誰敢改金蘭姐的稿子 誰敢改洪裕哥的稿子 不敢啊 以前我跟金蘭同事 我怎麼敢 對啊 連字看不懂的我都不敢 都自己猜半天 這到底是什麼字 可是問題你到那邊之後 你全部歸零 你不要想說你以前有什麼大計時 那都是過去的事情 我從來不往後看我只往前看 我全部歸零 我跟他講說你只要給我機會 只要讓我寫 即便是一期只有一場戲 一個路人夾衣走過去 我都願意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寫 就開始寫寫到現在 所以現在有在寫 你現在應該寫第二檔戲 那你是一集一集算嗎 沒有我們照播出的 每一集都有然後有播出比例 但是問題喔 不是說 而且後來我發現 是寫了沒有被用也算錢 還是說寫了有用才算錢 播出才有算錢 問題是鄭大哥 我發現寫劇本 你會寫文章 你會寫新聞稿 你會寫報導 跟你會寫劇本 完全是兩回事 當然當然 完全是隔行如隔山 那我是全部歸零從頭學 比方說男在哪裡 男在哪 比如說 比如說對 他會下分場給你 比如說告訴你 我情陽 好情陽 來 那他會告訴我們 必須說這一場戲 比如說 鄭大哥在這邊 然後你在主持這個節目好了 分場會告訴你 因為我們好幾個寫手 好幾個編劇 好幾個寫手 他會告訴你 這一集我們錄新聞 哇哇哇哇 我們八點檔作業是這樣 在這一集錄新聞 哇哇哇哇 然後呢 陳玲玲今天到了化妝室 然後在化妝室裡面 跟化妝師啊 師傅聊天講了些什麼 然後進到棚裡面來 有這麼多人在 你講什麼 我講什麼 他講什麼 我們都知道這一集 好像是演這一集的新聞 哇哇哇哇 那陳玲玲你就負責寫 陳玲玲從家裡到 然後這個化妝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棚裡面來 鄭大哥 那進來你就負責寫這一段 這個鄭大哥這邊寫什麼 因為我們有個統籌 不然各寫各的 不要寫到民國哪裡去 鄉的話說出來呢 要練習 啊 要練習 他有時候風潮 林北對你 照不爽 對 那要怎麼樣啦 對啊 那你想要怎麼樣啦 你不是要看過黑漆嗎 黑漆 黑漆手槍 不是黑漆的 這樣你聽不懂嗎 這樣沒有辦法對習 OK 你有沒有看過黑漆嗎 黑漆手槍 黑漆手槍 哎唷 對啊 那時候剛剛寫的時候 也不會寫啊 哪有那麼 那麼那麼冷靈 然後就常常被改 改得亂七八糟 那可不可以問一下 有播出一集多少錢 他一集劇本費是固定的 但是比如說 今來這次比較多比例 對對 那我們是新人嘛 當然分配的很少 可是我很感謝這個 這個民視的長官 真的包容我 因為我到現在還在靠 那份稿費活到現在 可以知道多少錢嗎 就是不一定 因為他其實我也不曉得 多少錢 我就是每個月 但是真的 你如果坦誠一點 我們通告就發多一點 真的嗎 好 那我趕快講 一般的薪水啦 我一般的 但是我知道 因為他們有些簽約的編劇 然後再分產的話 一個月大概 十萬以上不成問題 哦 那不錯 對對對 那我們是 我們是編制外的嘛 就是進去幫忙寫的這樣 當然但是也夠 就是一個月的薪水是 有收入就不錯了 可是剛開始 那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全部要歸零 然後他們所有的每一個更改 都是等於在教你 就很認真 我覺得做過記者做一個賣處 就是說以前啊 跟人家什麼平起平坐 什麼哇 咕嚕 現在就拉不下身段了 稿子也不能改了 等等的 這個也就是以前那種 對啊 我就拉不下身段 你也拉不下 當然拉不下啊 拉不下等一下再說 一定要的 一定要全部歸零 你說 你曾經寫過雷宏的中年事業 對 那場戲我寫得非常有感覺 因為那場戲就是講 是現在正在播出的那檔戲 就是那場戲我寫到 就是那場戲雷宏他事業做得很好 他一戲之間垮掉 垮掉之後以雷宏這個年紀 要再去找工作 怎麼去找 我完全能體會雷宏那個戲 那場戲雖然不是一個主戲過場戲 寫得有血有肉 因為我覺得編劇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把很多自己的情緒 跟經驗投射在裡面 那個寫得最真 那個寫得 後來那場戲播出之後 反應非常的熱烈 我好多的朋友在臉書上 因為那場戲寫得 我真的覺得 完全就是寫出現在中年 轉業的這個心體 你怎麼樣放下你的身段 去重新歸零 去從頭開始 美鳳就剩四個 沒有啦 不剩四個 不剩四個喔 不剩啦 五個喔 五個啦 剛五個的看 你要剩五個家庭 你要怎麼賺 對不對 還那麼多歲了 那是啦 剩下的隊員也是差 因為他最近也是 也是投資好像有點重 完全感同身受 這種勸勢一定要跟張維中講 真的 你說你還曾經想去唱紅包場 對啊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 那個就是在編劇之前 真的是編劇這條路救了我 那在那之前就是在那時候 就是什麼漢堡店也不收 服裝店也不收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不然這樣 反正我還可以唱歌還可以聽啊 不然就來去唱這紅包場 也不錯 紅包場可以穿這麼多嗎 當然不行啊 而且你要 人家誰會給你紅包 你一定要下去跟人家挨蝦子啊 他們會塞哪裡紅包 台上當然就給啦 台下就看你塞哪裡啦 是喔 你以前唱過嗎 沒有 從來沒有 哎呦 你要去一個全新的場域耶 所以我想想 紅包場是有薪水的嗎 沒有 就靠紅包 對 以他的現在這麼漂亮的姿色跟年齡 在紅包場他算幼齒的 真的啊 你可能要來他 紅包場去的都是六七十歲的伯伯 或七十歲的 受歡迎 看到他就像是國 他在眼裡還是小學生的感覺一樣 你最擅長什麼歌 哇 其實都還好耶 何日君再來啦 愛你一萬年 你要怎麼怎麼讓 來聽你歌的人給你紅包 那個不是在舞台上的 鄧大哥不是在舞台 那才是學問 是喔 對啊 後來我就是想 我沒那麼知道沒那麼多 你沒有把金蘭堪情這樣 哈哈哈哈 我根本不會想那個 下次我跟金蘭兩公主持一個 金蘭姐妹花 金蘭姐妹花 OK OK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哎呦 金蘭姐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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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好 那聽說金蘭你也很驚 是啊 那說這個現在的收入 銳減三分之二啊 對啊 我沒有通告就沒有收入 我有一個廣播一個塊狀 對 那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就必須就自己面對 我們很難 就紅衣大哥我有跟你講說 哎 紅衣大哥我這個 最近都沒上通告 能不能讓我上一下 沒有嗎 沒有沒有沒有 2005年從中式晚報離開 那時候中式晚報還沒關 我就先離開 因為已經看到報紙市場 是一個下坡 那那時候因為電視台通告是個起來 那就自己進入 可疑不可疑 那那時候就是只有等通告嘛 到今年12年 你就是得這樣起起伏伏 那你問我 多的時候多少錢 多的時候多少錢啊 十幾萬應該有吧 那現在呢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就夯巴朗加起來 能夠三五萬吧 那真的差滿多的 對 所以這過程當中我覺得 走在路上人家都會講 你好像最近都沒有看到你上電視 這樣講 最怕聽到這句話 捷運 這句話很爆發嗎 捷運工作很多人會這樣講啊 我最近好像都沒有看到你 我只能笑一笑 對不對 那你能講什麼呢 對啊 就是這樣 那是非常清楚的 那人家有認出你啊 也有人會這樣跟我講 碰到我 你最近好像都沒有節目了 那你呢 那你怎麼反應啊 開玩笑 我老公對我過氣了 哈哈哈哈 所以只能這樣 笑一笑自己 是啊 我也只能這樣笑一笑 一笑自己啊 那所以這個過程 那你為什麼不打打電話給朋友 通告發一下啊 很難 因為紅衣大哥我也不會找你 我跟製作人講說 我有打過你電話說 最近安排一下讓我上節目 沒有 我都拉不下這個連 我一直以來 那紅衣大哥我們以前好歹忠實嘛 對 對不對 那也寫了一些新聞 人家有看到嘛 這樣子 那出來做政治評論也還有一點說服力 是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會覺得 人家覺得這個檯面上應該要有你 就就會有你 可是真正的事實 我剛剛跟徐千煌問我2005年離開中午晚到現在12年 他2014年那時候柯文哲起來 然後白色力量到現在 也就是說後面有沒有新的人進來 有啊 有很多人要進來啊 那這個市場大概就這個飽和甚至更少 我們以前是小鮮肉 現在慢慢不是 所以他的那個很現實那個競爭環境是越來越激烈 那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要調整你的心態 就像剛剛那個陳琳你講 那我們家小朋友要考學測 那我就回家幫他做便當 高三了 我要回家幫他做便當 那18歲我也希望他能夠致力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能夠 陪伴或參與的是什麼 那你就必須要做一點調整心態 但是你要我拿起電話來 這洪一大哥我最近有點悶耶 都在家裡 然後沒有辦法 是不是能夠安排上個節目 這個事情我從以前到以前 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 完全做不出來 你可以今年還有啦 就像以前力宏也會哀哀叫對不對 在節目說私底下給哀哀叫 他還哭耶 我很難做這種事情 我是沒有辦法做這種事情 我大概自己 那我回家再唸點書 不過我要講說力宏那種哭 是一種等待的痛苦 那我們也是啊 就是說你在家裡面 隨時在看著 電話為什麼沒響 因為他要養全家 你不用啊 對啦我還有一個先生 你老公會賺錢啊 而且來看看是不是手機壞了 奇怪怎麼會今天 對 然後還叫阿妮夏 欸還有啊奇怪 怎麼沒有電話進來 那我們也是這樣 這樣在過日子啊 也同樣 但是你要我開口說 那你說會不會擔心 我覺得也會 但是你要開口說 那你最長多久沒有通告 一個禮拜啊 你其實有老公啊 有小孩可以忙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陷入真正的絕境 等到你陷入絕境的時候 你就全部歸零什麼我都可以了 像他剛剛這樣講的時候 我是沒有 因為我還有一個 我剛剛講有個快撞廣播節目 我還有一些可以專注 就是說在政治以外 你可以發展一塊 那不是電OK嗎 人家會認出我 因為我太好認 他也會認得出來啊 我一走在那裡 你就是那個誰誰誰 因為他說我跟電視上 跟電視下長得一模一樣 就是說有上妝跟沒上妝 大概就長得一模一樣 講一模一樣算還不錯耶 然後這一段 你本來那樣 你也硬實實 然後我講真的嘛 然後我一開口 人家說你就是那個誰 因為那個辨識度 就像你講的辨識度非常高 那去賣衣服這件事情 不然我們去廚房做漢堡 我只能做飯給我們家小孩吃 他不敢閒 那你說我真的要做出那個很OK的 我覺得我還不夠 就是說我做便當給小朋友 所以我沒有辦法閒嘛 就是說還是媽媽做的便當啊 然後而且我怕肺腺癌 所以我很少要用炒 我都用滷的紅燒的 紅燒牛肉 這個奶玉燒雞 我當然就用這樣的方式 就一個主菜 如果你怕肺腺癌 我覺得紅包產應該不錯 紅包產我沒那個能耐 因為我唱歌不好聽 然後他裡面要有曖昧 他剛剛講說不是靠歌而已 曖昧我做不出來 因為我太剛硬 我沒有那個女人的曖昧 哎呦 大哥 那我講話就很硬啊 我沒有感覺 對就不會人家要那種曖昧啊 對我又做不出那個曖昧 那個要曖昧 要有情愫 人家才會掏錢給他要爽 對不對 那這我沒有能耐 那所以我不可能去想那個 而且他是因為長期在影劇區 你想的就是周邊 你看他想的也是周邊的這樣方式 我們了不起哎寫個稿子 了不起明年是個選舉年 那人家要選舉對不對 那你人家去接了一個大案子 你可以在中間包個小案子 我大概也只能從我周邊開始去發展 那你要我說做那種事 我做不來你從現在開始學很難呢 每個人都會有瓶頸 我們以前在迷你節目也算是小一哥 後來離開之後 很很茫然知道吧 迷你節目沒有怎麼辦呢 於是呢其實三不轉路轉 就參加八點檔的演出 還有綜藝節目搞笑 也闖出一片天了 廣告 廣告也有啦 不實的廣告 沒有啦 很好的廣告 房地上 汽車 我都有 開玩笑都很好 重點不是說我多了不起 人都會遇到瓶頸 這時候未雨綢繆嘛 我三不轉路轉 我覺得這是老天爺給你的功課 你過了這個就會向上提升 像有的名嘴他們本身也會 除了你們之外 私下他們會在FB 或是在其他這樣做直播 或做行銷企劃 因為你們人脈 因為你們寫的東西這麼好 沒有人能夠超越你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我跟你講市場上 只要有詹羅宇忠 就有江柏樂 不是 天敵嗎 有江柏樂就有詹羅宇忠 他高高在上 不敢相比不敢相比 我覺得你的養家壓力應該沒那麼大 還有一些後路不會像他這麼窘 還有我沒有像他這樣活著 我可能還有一點底 我有點 這樣的通告變少 這樣的收入變少 對你的自信或自尊會有影響嗎 有一點 然後但是因為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說 你不可能不做事沒有退休這件事 就對我們來講沒有退休這件事 那我自己大概也沒有退休這件事 那如何去面對這個不斷改變的世代 比如說直播他剛剛講直播 那我現在做廣播我也想辦法要直播 我也想辦法要去買一個那個什麼直播器 然後跟著學習 宏毅大哥我那天還跟一個朋友在講 大家都是這個年紀的人 就是說不知道離開那個位置 比如他今天在新聞部當一個經理 他離開那個位置他能做什麼 因為人家看到是你後面的那個牌子嘛 比如說哪一個是哪一個是 那離開了要做什麼 我說哎 你想想看 我們以前寫稿用手寫 然後再來要學大一 然後再來BB Call 哎呀我們中共寫稿 我找不到這個能夠發稿的傳真經 打電話記不記得我在哪裡 我打電話你幫我報告 你幫我寫寫 我們是這樣一波一波過來 那你怎麼辦 你面對這個世代這個潮流 你只能一波一波的跟著前進 在這個地方的沉淺 那你就直累 是你因為這樣的窘境 這個生活這麼窘迫 有哭過嗎 有啊 可是你沒有時間哭啊 你根本 連哭的機會都沒有 你只想說那我現在怎麼辦 怎麼去賺錢 所以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 真的以前你怎麼樣去栽種 後面就怎麼說 因為前面我以前做記者的時候 真的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我後來能夠間間轉換跑道 當成編劇 真的靠很多很多的朋友幫忙 靠我的編劇好朋友000啊 他們一直鼓勵我 等通告做辛苦 很辛苦耶 那時候會覺得說為什麼 然後常常會想 譬如說為什麼那個 為什麼西文娃這集發旅行碗 沒有發我 是怎樣 是他們不喜歡我嗎 還是他們討厭我嗎 為什麼 那個誰都會這樣子啊 會有比較 早期會 早期會 就會覺得說 是我講得不好嗎 還是我不OK 為什麼他們找他不找我 會啊 然後會比較啊 然後也會打電話去 你很不平是誰上了 你沒有上 你覺得這個人講的沒有比我好 直接點名我們會比較了解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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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 我只是把大家不敢講的講出來 可是你要樂觀的看一切事情 像娃娃找我 我很高興 只要沒有找別人 我都很高興 沒有亂找別人命理師 都是一些喜事 你只能在安慰自己啊 所以我時常在攝影棚外面 你知道吧 對 爬一回 故意正眼看你 就是叫你該發我了 對 那你就故意裝看不到這樣子 其實我真的都有看到 那這頭都我 哈哈哈哈 好啦 等一下我們來聽聽汪傑銘 來 我先休息一下 我當老大了 哈哈哈哈 好那傑銘啊 這個聽說你自從伊電視的節目 停了以後有陷入小低潮 對 低潮是很正常的嘛 對 就是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假設你第二天有節目 好比如說你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有節目 所以你今天晚上就已經開始 在盯各個電視台 在做什麼動作 然後你要做記錄 然後你可能要去買很多雜誌 所以你每天就是為了 那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你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希望在那一瞬間 兩個小時 台上十分鐘 對 台下十分鐘 所以然後你早上的時候更忙 因為通常十點鐘 你們記者就截稿了 所以各個新的政治訊息 就開始出來 所以你要開始抓 有沒有今天不要 什麼這勁爆的消息 然後跟來賓一起互動 所以一整天時間 坦白講你會 都為了那個節目 對會很忙 就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三點鐘下節目之後 到五點鐘這些時間 可能比較可以輕鬆的 去晃一晃 但其他大部分時間 就是保持一個高度的那種 緊繃狀態 那節目停了以後 時間就變很多 就突然間發現到 欸 怎麼這時間 永遠過不完 應該有很嚴重的失落感吧 我就突然間就發現到 我還記得那時候 因為這件事情 我要跟我太太說抱歉 因為那時候就 突然間沒事了 那因為當過主持人 所以跟很多的節目說 我都不能上你們通告 他們就你知道這個行業 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假設原本這個節目有你的位置 但你不能去之後 他們一定會找別人來填 但這個人弄得 其實坦白講也不錯的時候 而且甜的表現也不錯 對 他就不會說 他就沒有位置 就是一個蘿蔔就沒有 那我剛剛從主持方下來的時候 當然就會面臨一個問題說 我把所有的人都說 我不能去了 那你這時候回來 你就會發現到 真的就沒有位置 半鐘桌不見了 對 但是坦白講我運氣 上天總是替我開了一個窗 我比較運氣好一點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兩個電視台 有兩個Radio的節目 我有 就可以讓我 至少一個禮拜呢 一個財經節目 禮拜五一個財經節目 那禮拜二有兩個電視 Radio的節目 所以我至少禮拜二 禮拜四跟禮拜五會比較忙 因為禮拜四要準備禮拜五的 那個財經節目 那其他時間其實還蠻閒的 然後我就騎著摩托車 在我住家竹北市 找有沒有可以釣魚的地方 對因為太閒了 讓我他感到非常的憂慮說 我會不會覺得 我其實還好啦 就是反正就晃嘛 也沒什麼了不起 白天做股票下午就晃 然後他突然頭髮白了 然後那件事把我嚇到了 就是原本他是黑頭髮 我都沒有白啊 是啊他憂慮 對他比我還憂慮 是你們家用有很大的影響嗎 應該存了很多錢啊 你可能趕你只要損錢 對 師志你聽懂嗎 我們家底還蠻 蠻厚的 還可以啦還勉強 那你有顯現出你的可能得猶豫 就可能就是顯得就是你會不自覺的 不自覺的弱弱寡寒 就是因為一天都很沒事看 你要我怎麼辦 那他就顯示了他非常的擔憂 那我突然之間覺得我不能這樣 那正好通告就慢慢的 有些坑呢就有空位了 又上來了 對我就慢慢的就 比如說那一段時間 你好久沒抽的菸又開始抽了 對有一次就是在太無聊 我就去了那個超商 本來是要買別的東西 看到香菸 好吧那抽一根菸好了 因為我是2000年11月20號 我還記得2000年11月20號戒菸 然後17年沒抽菸 然後就因為真的還閒 當時戒菸的理由是 我為什麼要抽菸 就這樣 就是有一天我突然覺得 我為什麼要抽菸 就這麼單純就戒菸 我的意志力還蠻強 說戒就戒 然後呢就真的太閒 就一根菸只好可以打發個三分鐘 打發個五分鐘 那就是太太沒注意到的時候抽 她再有就不抽 禮拜六禮拜也不抽 那有一天 太太會聞到啦 對啊那菸味好敏感喔 你們都不接我 這個時間裡 差不多兩個小時前不抽 味道就不是那麼濃 對那我大概禮拜一到禮拜五 不是每天都在新煮 那有一天呢是菸帶在身邊 然後他在煮菜 然後我就到前面 但是煮菜的時候 他不會跑出來看我嘛 我就前面就偷抽一根 回頭一看 我的天啊 我太太在這邊 用那種 現行犯 對 他的表情就是 他沒有辦法相信 他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為什麼要抽煙 他就說你為什麼抽煙 我就說啊 因為主持方結束了 實在是太閒了 沒事幹 抽個煙 也可以打發個三分鐘 他說你可以不要抽嗎 他就這樣問我 對 然後我就想要說 我可以不要抽 那正好就是 就是友台也出了一些政論節目 那他也至少一個 因為我的空缺 我現在一個禮拜一 禮拜一到禮拜天的空缺是禮拜一 禮拜一到禮拜天 有一天我也沒有事 就是禮拜一 正好他就他的 他讓我上節目時間 正好是禮拜一 所以我禮拜一有事情 所以我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都有事了 我就覺得我幹嘛抽煙 然後我就戒了 我大概已經兩個多月 一根葉都沒抽了 對 可是我是 我不是 傑敏就是 不好 就是火 點火 好 熄火 不是因為你不要讓太太 突然之間白頭髮 這件事會很心傷 他這樣真的白頭髮 白頭髮 因為你的工作程度 其實他是一家財務主管 他的薪水也是挺好的 坦白講一般的薪水階級 幾百萬的啦 差不多啦 這樣有什麼好焦慮的 對 他看我 因為太太賺的是太太的 對 他怕我 嫌嫌美奈子啦 就是突然之間 他不是 他也不是 他每次都安我一句話說 家裡的錢 開不了啦 開不了 所以就不要去 我也不是錢的事情 就是突然之間 嫌嫌美奈子這件事情 會覺得 有一點點無趣 後來太太就買了 兩座學家給你 上面有說嫌嫌美奈子 你有沒有聽到 贏贏美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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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贏贏美奈子 然後我就嫌嫌美奈子 就是贏贏美奈子 對 那現在我開始做一件事情了 就是 反正我沒事就回新竹 然後 就煮一頓晚餐給太太吃 他說會把他養肥 那這個調適過程當中 其實只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情說 想開一點啊 就是戰士沒有選擇 戰場 券場的權利 所以以前我還蠻 我剛現在還是蠻挑的 就是如果是晚上的節目 我也不要去 因為太晚了 然後禮拜六 禮拜天的節目 嗯 假日不要 現在想開一點就是 就人家願意賞口飯 你就把這飯做得香一點點 就像我回到家 就把晚餐做得很棒 然後讓我太太進到房間的時候 就哇 今天又吃得不錯 啊竹北真的有地方可以釣魚喔 一腿 一腿 河啊 那釣得到嗎 釣得到嗎 釣得到釣不到 因為我還沒開始釣 我這是研究 我研究哪裡可以 不是 我正在研究 要在那釣魚的時候 然後就節目就開始找我了 對 我因為閒的 我其實只閒了一個多禮拜了 那後面就有 因為你走向河邊 太太一直擔心起來 不過我真的只是要去找 釣魚的地方 因為想太多 這裡面還有一個他 就是說我們接通告 他還有一個坐到主持人的位置 那感覺又更 不能說高一點 那比較更穩定 他每天就更穩定 所以他那個曾經有的那個安定感 或是大家會認為 主持人又不是跑通告 那感覺又會不太一樣 所以他那個下來的那個失落 又不太一樣 做過主持人 像力宏以前也做過主持人 那後來下來 然後那個衝擊會比較大 這個衝擊更大 我打個岔 因為這讓我想起一個畫面 我一定要把這個畫面講出來 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是合約還沒到嘛 就是隔年 那中間就是因為 跟伊甸市的合約 對 那它是一年一約嘛 那我約結束應該是一月中嘛 大概事實上應該是這樣子啦 我沒有任何抱怨 就是事情發生就發生 因為很早就... 那年代已經滿了 所以我的節目不是不可能到年代的 早就有人跟我說了 我跟你講這個是副總很關心我 他副總就跟我... 他就到了會議室跟我講說 那這個節目就要停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的生活應該沒問題 他那個表情是很關心的 我心裡想說停就停啊 幹嘛那麼關心我 那時候我們不能體會 他那個關心的眼神是什麼 然後他又跟旁邊的製作人說 那以後就年代那邊 多發點通告給傑明 我想說不需要替我安排啊 我日子過得很開心啊 等到我一下節目的時候發現到 因為我想說沒有問題啊 這個節目市場這麼多的節目 我怎麼可能會沒有地方去呢 所以那時候我完全沒有體會 他那種關心的眼神 後來一下節目的時候突然間發現到 真的還真的是 但是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告訴很多人說 我現在已經可以上節目了 我沒有像我們... 對他就不講我是有講 我就有發給幾個製作單位說 我現在可以回去上節目了 然後我想說這個網都撒出去了 還有待會兒就... Come on baby 這個一定... 沒有耶 真的就... 真的就沒有 真的就乾乾淨淨的一點都沒有 我後來才回想說 為什麼副總用那種非常關心的眼神 說你的生活沒有什麼問題吧 我心裡想說我的生活怎麼會有問題呢 我跟你講那麼緊我一定會有問題大 對 我那時候沒有想那麼多 後來才知道真的一個通告都沒有 就去看釣魚場 我們是學新廣告 你知道那時候為什麼沒有嗎 因為人家說你都已經做到平時了 對啊 怎麼好意思八年了 再回來做... 其實人生你如果走過土魯灣瓦地 背貴玉山你就會比較平常心 你走過了 嗯... 其實兩個地方都沒有 哈哈哈哈 我在想說你講什麼 新疆的土魯灣瓦地 你根本大陸就不可能去了 那就是人生勝利組好不好 我打算去賣... 賣喜嗎 來來... 這個大師難得 大師2017年我記得你講過 對... 就說2017年對你來講是不好的年 去年就講今年的運勢 斷交啦 口舌四杯啦 電台會倒啦 演藝圈的人啦 算命界的人都災難頻頻 也印證了 那今天這個節目這麼優質 大家想聽我講的 不是說自己多可憐多怎樣 新的一年給大家提醒 幾個重點好不好 一就是宗教界的緋聞 醜聞可能會惡化 這第一個重點 宗教界那麼... 像我隨便猜也會 宗教界那麼寬寬 因為天積新化祭嘛 什麼樣的教 任何宗教都有可能 第二個衍生 譬如說美國承認耶路撒冷是 首都 以色列 他們不關我的事 但這個也可能會引起 宗教的一個大的一個紛爭跟爭議 那第三個可能得到的高升 也可能會原籍都有可能 注意聽到 第四個就是我們說的 因為天積化祭代表 精神病憂鬱症的泛濫跟惡化 但它不是這樣不好啊 是這種事情的災難會頻傳 那包括有些國家元首本身比較衝動 會不會判斷錯誤 造成很多的一些災難 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敢這樣講 至少戰爭是一定會存在的嘛 每年都有戰爭 但為什麼有戰爭 有的是為了金錢 有的為了石油 有的為了一個名譽等等的 那其實就是我說的 天積代表什麼呢 代表精算事業 設計創造發明的人 屢屢受難 尤其是重點來了 民國97年股票有大災難 那107年知道吧 明年107年股票一定是 我告訴你好不好 大家準備接招吧 所以也不要擔心 因為好年以後 什麼叫接招吧 準備要面臨股災的一個問題存在了 十年一個輪迴嘛 像今年基年為什麼股票這麼好 因為天積心化科 天積代表精算計算 化科代表貴人 所以台灣的股票上萬點 也沒有人高興啊 因為貴人扶持嘛 外資進來嘛 這是外資數鈔票嘛 真正數鈔票的人有限嘛 新的一年有沒有可能 我亂講的 外資股票不動 其指放空 面臨這個新的災難 這個是一定有可能的 所以我是提醒 提醒OK 所以像 那2018會走大運的人 是什麼樣的人 走大運的人 大運包括發財的 包括我們說的事業亨通的 其實老師的新書上都有寫 我還是 我還是 快輸了 那5363738393年次的 我覺得是財運亨通的 好不好 53637383是財運亨通的 包括我們所說的 5667686年次的 58687888年次的 也是數鈔票的好年 而且我記得 你好像在今年在娃娃 講過說你只剩12年的壽命 嚴格上說 就是基年跟牛年都不太好 所以我今年過的本來就不太好 而且你說你剩12年 沒那麼多吧 因為我現在是50 我現在是53歲嘛 對不對 大概今年 不是說剩幾年 就是有大災難 今年跟牛年 其實很坦蕩 沒什麼好擔心 因為我記得你講過好像是 不是炸大車禍 就是溺斃 對對對 算得到喔 我太陽化劑啊 我從小到大就車禍連連啊 那我本身怕水啊 也水災過好幾次啊 這個其實也還好 你不要怕 算你害怕你就少開快車 然後找大家供城 要怎麼大家一起這樣 如果真的剩下11、12年 你有沒有辦法化解 不是化不化解嘛 就人所有的災難來自於貪 貪財貪色 還有一股 我爭強鬥狠 還有就是執著 像大姐你人那麼好 但是我們在紫布斗書裡頭 認為妄想 憤怒 執著 就是你很執著你的尊嚴 那麼你要放下的話 學釋迦牟尼佛的精神 你的廣結善緣 財緣會更增加 那為什麼會有災難呢 因為執著於自己很厲害 不是講你換了我了 執著自己很厲害 災難就會一直來 驕傲 那你剩11年 你要不要做點什麼 就是說你過去 做點好事 過去沒有做的啊 會想要去滿足 那你看看我出書 給我的讀者 連續五年 他們都利用這個書 去遠離災難 那把書的稿費 通通捐出去 沒有貪念 這也是一種 也許是一個好的方法 其實我因為做節目的關係 也認識了滿多大師 張維忠 謝謝 江柏樂 周應君 林鄭毅 什麼 那個艾菲爾鐵塔 不然艾菲爾鐵塔 還有牛肉 還有牛肉 好這樣 其實我都是 還有那個什麼 蕭香居室 對 對對對 我現在也會算 真的嗎 我覺得你不會 11年就死了 謝謝 真的 不能來讀一讀 不是 好不好 就是說在這段時間當中 就是看清楚事實 看淡未來 不要有太多的爭議 然後就是放寬 今年真的股市會大跌嗎 會 一定會 明年 明年很大機會 真的 我大概到四月份就要保守了 我估計就是到明年第一季 為什麼會大跌 當然 主要還是外在政治環境比較多 就是到底這個 我最擔心是北韓 我現在最擔心的 反而不是以色列那邊 我最擔心的是北韓 因為北韓金正恩到底會什麼狀況 川普又是瘋子 他們兩個 現在連中國都在東北 開始設那個難民營了 所以一定知道一些訊息 我認為就是這個事情 就是隨時都 但在這次 什麼時候報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我的第一次 半導體的訂單 到明年第一季 能見度數高了 但是重點是第二季之後 因為現在兩岸大家都加